在一项赛事当中大概率都会来到冠军队的队 是的 而且整个人看出来我们在 出于澳大利亚 顽强地搬成了2比2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 战胜对方夺冠 那是上一次中国队获得了亚洲杯冠军 这16年的时间当中呢 中国女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代又一代的新的女族运动员 踏入了这个大家庭 但是女族永远会让中国人感到振奋的是 她们的拼搏精神一直没有丢 是的 而且中国姑娘们真的是给我们这个春节提气 中国足球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 但是中国女族是这个局面当中的一抹亮色 这么亮丽的鲜艳的中国红 在春节期间终于让中国的球迷 在至少今天晚上扬眉吐气 今天中国女族的局面不可谓不困 是的 是整个这届比赛当中最困难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 有力的局面和主动的恢复 往往产生于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人们看足球比赛 看体育比赛 其实最大的一个探望不一定是要赢 但是关键的是要在观看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 能够找到自己在平凡人生当中 继续努力下去的鼓舞和动力 没错 中国女族真的是给人的带来了这样的动力 好 中国女族的队长王珊珊 她同时也是本届金球掌的得主 她代表全队将要 不容易 同时也带给了我们中国女族 这个工作战线上的人 更大的一个鼓励 好的 中国女族 2022年女族亚洲军军中国队 在20年女族亚洲军的历史上 中国队9次夺冠 是这个舞台上最为成功的球队 没有之一 我们的实力曾经是非常的强 延续7次拿到女族亚洲军军 但是也不是每一次军军拿的 都是那么顺利那么容易 但是正是在困难的局面之下 你才能看到一个团队坚韧的意志力 给他们带来的成绩上的提升和变化 恭喜我们姑娘们真的恭喜 这样的精神意志力的提升 也许是普通球迷们看体育比赛 最盼望看到的场景 是的 谢谢你们 在中国足球很困难的情况之下 这抹鲜艳的中国红 在这个春节 这个冬天 为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丝暖意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是时间 我们让女族的姑娘们 把时间都交给他们 让他们尽情地欢庆这个胜利 欢迎你们早点回家 因为有大量的中国足球迷 会在家里等待着你们的归来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我们的女族姑娘们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女族要的位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